鹅竟会让不少动物闻风丧胆 连毒蛇都不敢出没 它段位能有多高 现在大家一提到看家 第一个就想到狗 但实际上 有一种动物的看家能力和战斗能力都远超狗 那就是以前农村很常见的大鹅 有大鹅的地方 经常能看到它碾鸡着狗追小孩 无论是周围的人还是各种动物 都对它闻风丧胆 那么鹅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呢 除了攻击农村常见的鸡鸭 黄狗等动物 对着猛兽它也不处 2021年4月份 在河北宝定的一家动物园里 就发生了一件歧视 饲养两只孟加拉虎的工作人员 那天下午没有卖到常规的鸡 所以买了一只大鹅扔进虎原 当作老虎的下午茶 没想到大鹅一进去 就扇着翅膀冲向老虎大肆袭击 两只老虎被追得到处逃窜 在国外的动物园里 也出现过大鹅追击黑猩猩的场景 黑猩猩急得边跑边捶胸 却拿后面的大鹅没办法 并且大鹅还非常聪明 2012年在威尔市 就有摄影师拍到一只被老鹰 按在脚下的鹅 而趁鹰放松警惕的时候逃脱 然后扑腾着跑到了水尸里 然后在水里对着老鹰挑衅 最后趁机把鹰头按进水里 最后老鹰还是被人类摄影师救出来的 此外 大鹅对着人也一样凶猛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大鹅的彪悍 应该在小时候被追着拙的时候 2018年 一位大爷在酒店旁溜湾的时候 被两只鹅前后夹击 最后医院鉴定为八级伤残 酒店赔了大爷60万才解决 可见大鹅的攻击力有多厉害 我国新疆部分地区的基层 甚至已经已经把大鹅列入安防一线了 除了性格勇猛无畏以外 大鹅还有驱蛇的作用 以前很多农村人都会养鹅来防蛇 效果非常好 要知道老虎 黑猩猩等猛兽 面对大鹅时之所以退让 可能短时间内被它们一往无前的气势给吓住 但只要时间长了 猛兽们了解清楚大鹅的实际战斗力 那么它们是可以杀死了的 但是蛇却不同 任何时候只要有鹅出没 周边必然没有任何蛇存在 它们对鹅的惧怕是切实的 大老远感知到鹅的踪迹就会避开 然而 我们都知道毒蛇的攻击力和危害性 并不比猛兽低多少 毒蛇猛兽一向是并列的存在 这不禁让人好奇 为什么鹅能克制蛇呢 首先 是因为鹅的粪便 我们人类在外面见到粪便都会下意识地避开 蛇同样也是如此 没有脚趾靠肚子爬行的蛇 从一坨粪便上面爬过后 它的全身都会沾满那些物质 蛇自然非常不喜欢 其次 鹅的粪便是酸性的 因为它是素食动物 很多植物里面含有大量的草酸 这些物质经过鹅的肠胃发酵之后 会使粪便酸性格外明显 一旦蛇皮表面沾上酸性的鹅粪便 它会非常不舒服 并且 最重要的原因是鹅粪便里面含有一种引包子虫 这种寄生虫对鹅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到蛇体内的话 会引起蛇类肠胃不适 很容易拉肚子 此外 大鹅本就可以俯视碾压绝大多数蛇类 厚厚的羽毛也能防止毒牙的攻击 它坚硬的会 强悍的翅膀 有力的脚掌 都能给蛇造成重创 说到这里就有人好奇了 鹅不过是个的素食性青鸟 食性还不如积压复杂 基本不需要专门捕猎的大鹅 为什么会进化出这么恐怖的战斗力 让那么多动物都害怕吗 要说到鹅的祖先了 鹅的祖先是野艳 不但会飞还非常凶猛 鹅虽然被驯化了 但是骨子里依然有着一定的野性 在一定的情况下 它的攻击性就会被激发 并且它攻击的时候喜欢梗着脖子 张开翅膀 气势汹汹地冲向对方 无论能不能打得过 光气势上就碾压对方 很多动物都会被它给吓住 并且 大鹅的祖先飞行能力很强 胸部和翅膀的肌肉十分发达有力 如今的大鹅虽然不会飞了 但是发达的胸部和翅膀肌肉依旧还在 一翅膀扇出去 可以让很多动物晕头转向 甚至一些牛犊子遇到张开翅膀的大鹅 也会下意识地退比 第二 不得不提鹅那一口利齿 鹅虽然看起来是个漂亮的鸟 但是张开嘴后 里面有上中下三排锋利的锯齿状结构 中间的舌头两侧也有这样锋利的部件 看起来非常吓人 这样的嘴部结构可以方便大鹅吃东西的时候切割食物 但是用在攻击上 一宁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小的伤害 此外 大鹅之汇总锯齿状的鸟汇 是一种存在于远古巨鸟身上的结构 有人据此认为 大鹅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的一种 科学家们复原出来的灵道龙就跟大鹅很像 不但体型差不多 身上还有羽毛 并且灵道龙的习性也跟大鹅一样水露两气 所以还有人调侃 很多动物之所以怕大鹅 是因为基因里对大鹅祖先的恐惧 感谢观看